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但是曾经是有一种做法是先走狙一精英 他害怕黑旗走狙一精英 先抢占横一居 这种招法现在很少很少了 为什么 逢旗 黑旗飞旗打过来 打一脚 这个是有的 虽然逢旗出此速度要快 但是它毕竟破坏了逢旗 居一平六的计法 对不对 然后你要居一平四 再这样出去要浪费一步旗 这样就可以取得抗衡的局势 可以抗衡的局势 以下变法大致是如此 大致是如此 大致是这样 这个黑旗是不差的 不差的 这个以后这个 自逢旗的旗迷要走横距 那么还是考虑先马尔青山 先走马尔青山 这个在2001年左右 我看到许银川 不知道不记得是和哪个走是走过 这个相机世界还转播了 就是许银川后手直接打过来 这个是有的 现在我们大陆的棋手一般都不会先走居一经一的 这个如果是要走顺炮 那么还是马尔青山 再居一经一 如果对方强行居九经一 那么你就居一平二 这个是第一个问题 那么第二个问题 这是一个相当庞大的课题 在我的棋名乐器里面 起码有三分之一是讲这个 黑方强挺旗族 逢旗不过河的 这个当初有大概有三四个棋名 跟我聊天的时候是说到过这个事 但是我也知道这个棋 这个棋是逢旺研究的一把飞刀 但是从结果来看 黑旗是比较满意的 黑旗最后是下河了 双方下河了 下河了 现在有的棋归到河棋是得两分 黑旗得两分 逢旗得一分 在我年轻的时候 笔下都是赢旗两分 河棋各一分 输旗零分 现在有的时候是什么呢 下河了 黑旗得两分 逢旗得一分 赢了的那一方是得三分 输了的得零 注意我当时也没有把这个放在心上 因为他同方虽然出了一个新招 一把飞刀 但是结果还是不理想 所以我就一直没讲 现在这个提名提出来 那么再把这个大师们的死战再讲一下 这个时候 我的讲座中都是讲 需要精透 需要进士 那么 兵棋轻衣 黑旗是蒋川 红方是特纪大师王兵 黑方是特纪大师蒋川 在伊里面 石下装下出来的 这个炮八竞是 总是讲座特纪大师的 肯定知道要这样走 对不对 那么我们看看这个飞刀在哪里 炮八竞 当然也有马八竞旗的 下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讲过很多了 大部分是香山机 炮二瓶五的也有 甚至还有炮二瓶三的 这个 我们暂时不计管它 我们就讲实战 足迹轻衣 要破坏它的巡逻炮 黑 红其是组于并三七 这个大家都知道了 这个课题非要解决不可怕 相当大的一个课题 足迹轻衣 下到这里 香山进五 香山进五 如果你再走足迹轻衣 有四四进五 刘大拔 先走四四进五 强行要打你 对不对 然后马而进四 再弃马他 这个大家都知道了 那么王斌推出一个什么新造呢 在家里研究了一把飞刀 研究了一把飞刀 走着泡八瓶酒 关于足迹轻衣的我们就不讲了 这个王斌特级大使走了一个泡八瓶酒 这个是他在家里作业 设计好了一把飞刀 那么我们看讲出来是怎么印的 怎么印的 好 谢谢 谢谢